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梅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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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有小偷 抓住他抓住他 美女你手機被偷走了 抓小偷 抓小偷 小偷你給我站住 抓小偷 你給我站住 抓小偷你嚇我了幫我 你叫你叫你 把手機給我 抓小偷抓小偷 小偷 OK不要 手機拿著拿著 謝謝你啊 沒事沒事 哎呀手機找到了嗎 找到了 小朋友好厲害好勇敢啊 謝謝你沒關係 抓壞人是大俠應該做的 你想當大俠呀 這才是大就是看動畫片幹的 老想當大俠 你真可愛 他對你箱子在這 我們幫你看見 真是太感謝你 阿姨你都說了好幾個感謝了 阿姨 我有這麼老嗎 那很姐姐 我開玩笑的謝謝你們 真的不客氣 那我們先走了 你注意一下你的東西不要再丟了 你說你這孩子 從國安回來也不跟爸爸媽媽說一聲 媽媽好去接你啊 我這又不是講給你驚喜嗎 這驚喜啊差點被人驚嚇 哎呀行了行了放著我來 那就辛苦我最愛的媽媽了 那我先下去了哎好 爸 爸哎呀你嚇我一跳 哎呀 我不是你也真是的 怎麼拖到回來也不說一聲 哎呀我這不是想你們了 行 我問你 什麼時候到公司來上班了 爸 你至少讓我玩一玩吧 我這剛回重慶 重慶這麼多地方變化那麼大 我好多地方都沒去過呢 我也得打卡 那你要玩多久 三個月 兩個月 哎呦爸 你至少要玩一個月嗎 行 一個月以後到公司上班 從基層做起 基層 啊 難不成還讓我打字斷查鬥數 要了解公司業務 不從基層做起怎麼行 哦 你一個才畢業的學生 就在公司當領導 誰扶你啊 我是你女兒 誰敢不扶呀 哎打住吧 到了公司 你千萬不要讓人知道 你是我的女兒 爸爸是希望你 憑自己的能力 能領導公司 而不是靠著你的身份 哎呀 好了好了 女兒才回來不久 你就非要把她臉訓她呀 上班的事情 你再說 還是我媽最疼我了 哎呀爸你就別板著臉了 媽 笑一個 沒大沒小的 行行行你們兩個 嗯 對了媽 我跟你說呀 我今天從機場回來 順便去重慶的網紅打卡地轉了轉 你猜怎麼著 我遇到小偷了 他要偷我手機 幸虧有個美女帶著一個小帥哥 從天而降救了我 哎 以後可得注意點啊 喂 行 明天見啊 老爸 你怎麼睡課什麼呢 你和妈分房睡 你爸他睡觉打呼噜 影响我睡眠 所以我们就分开睡了 这样他睡得好 我也睡得好 对对对 你妈说得对 这样一来 能保证咱们俩的睡眠 对了咪咪 这段时间 我要经常出塞 在家里边 好好听妈妈的话 今天刚刚回来 也累了早点起休息吧 妈妈晚安 有事吗 秘密刚回来 我希望你 不着急告诉他 你打算什么时候说 再等等吧 他才回来 我把他接受不了 他就等秘密进入了公司 能够接受公司业务的时候 再告诉他吧 请 谢谢啊 喂 今晚我就住在那邊了 我女兒回來了 你們早點睡吧 媽媽爸爸怎麼還不來 我餓了 你都餓了 爸爸來電話 喂 哦你不來啦 那行我們自己吃 你也是記得吃飯 別光顧著工作 嗯好 好 我們自己吃 是你們 是你 手機背頭的阿姨 呃呃不 是姐姐 我們簡直太有緣分了 又見面了 是啊 你一個人嗎 是啊 我呢就四處轉轉 我剛回重慶 感覺重慶的變化還挺大的 那你有約嗎 沒約的話坐下一起吃吧 好呀 我呢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周密 剛從英國讀完大學回重慶 哦 那蜜是哪個蜜呢 蜜蜜麻麻的蜜 哦 不會這麼巧 我是遠遠 我是周遠 你也姓周呀 那我們太有緣分了 哎 姐姐你呢 我叫丁丹 在一家公司做財務總監 是嗎 我也是學財務的 简直是太有緣了 那丹姐 我以後呀 肯定會請教你的 到時候你可別嫌我麻煩 不會 我怎麼會嫌你麻煩呢 快吃 在國外讀書的周密 突然回家 熱情直率的她和丁丹 偶然相遇 並成為閨蜜 一個月以後 周密進入家族企業上班 卻沒想到 一段複雜的糾葛 就此展開 圓圓 今天的幼兒園 學了些什麼呀 唱歌 畫畫 那你是喜歡唱歌 還是畫畫呢 都喜歡 那一會兒 你給媽媽看一下 你今天畫畫畫好不好 哎呀 回來啦 拜拜拜拜 哎哎哎你爸爸抱抱抱抱抱怨人呢 哈哈 哎媽媽清醒 你的 不然不然 哎他爸爸火車炸一套 我就炸一套 啊 哈哈哈哈 不炸不炸 哈哈哈 好了 自己去玩吧 好 老婆啊 啊 你坐下 我給你送這種事 什麼事啊 那個 我女兒明天就來公司上班 她學的是財務 我看叫她財務部吧 你都教教她 好 其實我們早就認識了 相處的還挺好的 你們認識 什麼時候 有一次遠遠看見有小偷 偷開手機 遠遠遠就大喊抓小偷啊 從那之後我們就成了好朋友 不過他不知道我們的關係 怎麼沒聽你說起 我不是想等你先說嗎 你準備什麼時候 告訴他我們的事啊 這個事情 先換一換吧 我怕她接受不了 我跟她相處 覺得她是一個 很明確裡的女孩 你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訴她 她應該能夠理解她 她才回來 肯定接受不了她媽媽的事 三四星別告訴她 也不要讓她知道我們的關係 好嗎 好 都聽你了 爸爸 爸爸爸爸爸爸 我想吃披薩 好啊 這樣改天啊 爸爸媽媽就帶你去吃 好嗎 爸爸爸爸你可以給我講個故事嗎 可以啊 走 寶貝兒子 咱們講故事去嘍 哈哈哈 大家停一下 我向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的新同事周密 大家歡迎 大家好 周密 這位是我們的財務總監 丁丹丹 丹丹姐 你也在這工作 你們認識啊 認識當然認識了 我們是好朋友 那就好 以後啊在工作上 有不同的地方 都向丁總監請教 那你們先聊 還有事 慢著 丹丹姐 我們簡直太有緣分了 可以在同一個公司 同一個部門工作 以後啊 我們雙下班都可以一起玩了 嗯 哎 對了丹丹姐 我坐哪啊 你就坐這吧 以後啊 有什麼不懂的就問我啊 你怕讓我好好照顧你 教你 你知道我是 加油 不愧的就問我啊 你知道的 我愛的是你的人 不是那些公伴 我知道 報價只能夠核心人群知道 一個剛進公司 連業務都不熟的新人 怎麼可能參與呢 丁總 丁總 他是你的什麼人呢 親人 朋友 哦 這如果在公司床開了 影響可不好啊 搞財務是很嚴謹的工作 好了當作 給新人一個機會吧 不然 新人怎麼能進步呢 哎呀 哎呀你討厭了 是啊 信心啊 信不信 信不信信不信啊 信不信啊 討厭 哎呀 我只有回到人家看見你 我才能夠開開心心的笑一下 你是不是知道我在公司 我看見那個財務總監 我就火大呀 財務總監 那個丁丹啊 是啊 救他 一直和我最熱感 加他 你跟他什麼時候離婚呢 現在還不是時候 你說 現在要是傳出我和周立東不和 甚至離婚的消息 會以前公司上市的 可是現在不離上市以後更不能力了 到時候再說吧 哎呀我知道 現在委屈你了 幸虧你還知道 我這個心裡 嗯 才好瘦一點 如果我手上你股份就好了 哎呀 親愛的 不是我不願意把股份給你 現在我女兒回來了 我要是把股份給了你 他會察覺的 我現在不想讓我女兒知道我們倆的事 好了好了 我隨口說一下而已 你知道的 我愛的是你的人 不是那些股份 我知道 這個資產隨意表誰做的 雲頭 來 你看看 誰幹的呀 是我做的 你 一個新人 賓總 自然還損一表這麼重要的事情 你怎麼能夠交給一個新人呢 你怎麼回來了就財務部門呢 唐總 就是一個小錯誤 不用這麼誇大氣詞吧 哎 哎 丁總 我可聽說了 這個新人是你的誰誰誰 財務部門 可不能夠讓人為親的 我是為你好 那我就謝謝唐總的好意了 哦 哦 甚大緊啊 對不起哦 怎麼了 秘密 其實你就把這兩組數據做反了 下次千ouble Cash 小錯不要再算此細一點 啊 我一會還有個會 你先自己看一看 以後我什麼不하고 喂老師 阿 员员发烧了 啊好好好 那我马上过来 员员发烧了 怎么办呀 一会儿这个会议很重要 甲方要求必须财务总监 在现场做报告分析 但是员员又发烧了 丹姐 我去幼儿园接员员 你就放心去开会吧 你行吗 我行啊 如果员员发烧的厉害的话 我就带她去医院 如果不厉害 我就把她接到公司来 只是 幼儿园老师能让我 接走员员吗 可以的 这个是幼儿园的接送卡 你拿着这个 就能接到员员了 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跟我联系 行 那我先去了 谢谢了 员员 妈妈 怎么样了 员总拜拜 谢谢 38度第一烧 这是接送卡 谢谢你了 谢什么呀 我很累接员员的 刚才幼儿园的老帅 还把我认成员员的妈妈了吧 员员 阿姨当你干妈好不好 你怎么能当干妈呢 我为什么不能当员员的干妈呀 妈妈说你是姐姐 我都23岁了 还当什么姐姐呀 可以当妈妈了 妈妈说你就是姐姐 可是这样辈分就乱了呀 丹姐你看呀 我管你叫姐姐 你儿子也管我叫姐姐 那你应该叫我阿姨 你也比我大不了几岁呀 我怎么叫阿姨呀 再说啊 我可没有你这么年轻漂亮的阿姨 算了算了 就乱叫吧 反正现在的人呀 也都喜欢叫小哥哥小姐姐的 今天真的感谢你 那我先带她回去了 你也早也回家 好 圆圆跟姐姐说再见 拜拜 拜拜 可以吗 会吧 黄帽 丁总 你知道我们今天是开会吗 大彪啊 你怎么能够让一个新人参与呢 他只旁听不参与具体事务 那更不行 报价只能够核心人群知道 一个刚进公司 连业务都不熟的新人 怎么可能参与呢 丁总 他是你的什么人呢 亲人 朋友 哦 这如果在公司传开了 影响可不好啊 搞财务是很严谨的工作 好了当做 给新人一个机会吧 不然 新人怎么能进步呢 周密 公司为你破了特例 你可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谢谢周总 谢谢丁总监 我会努力的 好了 会议开始 坐吧 我家 下把这个武器 你终于是 碰两人 是吗 我 好 那 我 这个 不是 我 我 弄到公司的财务 一个新人 带到忠明的财务会议上 而且在会上直接说是他亲戚 周立东还默许他这样的行为 那简直太长话了 新人 周密 你怎么知道 周密是我女儿 才从国外回来 我正准备跟你说呢 你女儿 怪不得周密的老是帮着他呀 别人肯定早就知道他亲戚了 我还没听说 我跟他说的 这更说明他们两个分析不见了 你得好多的拆着 你老公在外面演戚 你不上架 我不也有你吗 对对对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背叛你的 我会好好的爱你一辈子 真的吗 真的 你要我再发一次事啊 让我发誓 我发誓 哎呀行了行了 谁让你发誓 妈妈 妈妈爸爸怎么还不来呀 爸爸已经去点餐了很快就来啊 再等会儿 儿子 哎呦你看爸爸给你点的儿童套餐 爸爸我来吧 好好好那我再找找你们好啊 全部吃完以后啊长得壮壮的啊 啊 啊 丹丹姐远远啊 你们怎么会在一起 姐姐阿姨 你也是来吃汉堡的吗 咪咪 爸爸是 丁总监为公司付出很多 我只是想感谢他而已 所以请他们吃个饭 是吗 对 是的 咪咪你跟我们一起吃吧 啊不了我同学还在等我呢 你慢慢吃吧我先走了 那你玩开心点 对不起 是我 有缘站呢 那有缘我帮你打开这个啊 来来来来吃吃 好啊 全部收完以后啊长得壮壮的啊 丁总监为公司付出 我只是想感谢他而已 所以请他们吃个饭 你爸让我好好照顾你 教你 总觉得不对劲 你理解 你进公司几年了 超得有十年了 是吗 那就是公司都不对了 都来公司这么久了 还是会计 但是丹姐这么年轻 都是财务总监吗 对啊 那你见过丹姐的老公吗 没见过 这么个年同事 还真没见过她老公 那周总 没丹姐好不好 财务总监一般都是老总特别信任的人 云这么多干什么 你和丹总不是好朋友吗 你该去问他呀 我就是随便八卦一下 请进 丁总这个报表需要你看一下切个字 好 丹姐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远远的爸爸呀 也从来都没有听你提起过他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出于朋友的关心 不然我觉得远远的爸爸都不管他 远远也挺可怜的 远远的爸爸 没有不管他 只是 只是什么 有些事情不方便说 这个报表没有问题了 那我先出去了 好 看他说话吞吞吐吐的样子 肯定有问题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没有没有没有 世华对不起 差点撞到你了 唐总客气了 以前是我不知道你是周总的女儿 有什么对不起的地方呢 进度包含 毕竟大家都是为了公司嘛 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行为来找 我一定帮你的 真的吗唐总 那我正好有个事想请你帮忙 走走走我们这边来 这个你也知道啊 这丁总呢 一个人带着孩子还要工作 很辛苦的 我呢是他好朋友 我就想帮帮他 但是他总是拒绝我 所以我就想请你帮我了解了解他的情况 比如他的老公或者前夫什么的 这个简单 我转查一下就知道了 但是你千万不能让他知道 不然他会不高兴的 那就谢谢了 看完不是我一个人怀疑你的 真好吗 黎明 还是没睡啊 爸 你为什么对我妈这么冷的 爸爸跟妈妈都是老夫老妻的呢 哪里还像你们年轻人一样 成天的里里歪歪的 真的只是因为是老夫老妻 没有其他原因 哎呀爸爸还要看文件 你出去吧 哎呀爸 你怎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 回答什么 爸爸一再教你 看事情不要光看表象 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你能不能对我妈好点 热情一点 现在公司正在筹备上市 爸爸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别打扰爸爸行不行 那我可以打扰帮这个, no 我不是在家里上面 不是要打扰 要不打扰 在家里心里找不到 我 休息 秘密來來來進來進去 當我們過什麼 郎總找我有什麼事嗎 啊 這是什麼呀 看完看看完就知道了 秘密 秘密 李嘉金匹听你说了 林丹 李总 他的老公就是你爸 他们在一起很久了 中原就是你爸和丁丹的儿子 唐总 这件事情 你先替我保密 放心吧 我谁都没说 爸 综密 你扫周总吗 周总今天好像出去办事情去了 不回公司了 虧我还拿你的好朋友好姐姐 你竟然和我爸 你知不知道这个公司是我外公的 是我外公留给我妈还有我的 我自问在工作上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是不是知道了我的身份才故意接近我的 还有我的手机背头抓小偷 都是你一手设计的吧 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 你是怎样的人我不关心 我只要你滚 马上离开我爸 离开这个公司 这是不可能的事 不要脸 谁让你这么致命 那好 别怪我不客气了 这个公司 带你把他自己的感恩 开玩笑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 暂时无人接听 确实你华瑟 一直不接我电话 对不起老婆 找你受委屈了 还疼吗 秘密不会善罢甘休的 怎么办 事该告诉他了 以前一直瞒着秘密 那是因为那个时候 他还笑 怕他接受不了 又怕他知道这一下后 会毁了他妈妈 在他心目中好妈妈的形象 他妈妈 也一直不让我跟他说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的女儿 竟然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我找个合适的机会 给他说了吧 老婆 这几遍 哪里受委屈 哪里受苦了 只要你在 我就不委屈 秘密 你终于肯接电话了 你在哪儿 妈 我在外面玩呢 今天晚上我就住朋友家不回去了 你早点睡不用等我 秘密你听妈妈说行了妈别说了 我现在不讲什么话 秘密秘密 哎 谁猴子 好了好了 别生气啊 哎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 我世界应该丢你商量灾心事 哎呀你说说你 你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 这怎么会是马克文呢 这相当于你抓住了整理的八年 他和其他 孩子都有了 这是什么 重婚罪 你起诉他他会坐牢的 你说你好歹也是公司的副总 现在正是公司上市的关键时期 哎闹出这种丑闻还能正常上市吗 再说了 这秘密知道了他肯定会闹 他这一闹 这事情就瞒不住了 怎么办啊 你懂吗老子 你自己想办法解决 来来来 别生气别生气听我说啊 让丁丹走人 丁丹走了 终于也就罢消了 事件也就拼起来 可周立东能让丁丹走 有你女儿吗 你老公也发你门了 这是怎么回事 山水公司 怎么会知道我们的报价 而他们的报价 怎么偏偏只比我们低一万个几 肯定是有人泄露了我们公司的底价 有这种可能 查 谁泄露了底价 查呀 仔细查 反正知道公司底价的 就这么几个人 底价 是在最后一刻确定的 知道底价的 就只有我 唐副总 还有财务部 丁总监和周密 这一点 你现在声明一下啊 周 肯定是不可能的 我呢 投标的前一天 我一直和周总在一起 当时我就上调了手机 不可能和外界有任何的联系 这一点 周总可以给我证明 周密 周总的女儿 她总不可能自己害自己公司吧 至于 我记得投标那天 丁总监不止没有上交手机 反而还离开过公司 是吗丁总 丁总监不可能卸命 为什么不可能 你凭什么说他不可能卸命 我觉得就是他 向对手泄露了我们的底价 除非丁总监 能够拿出强有力的证据 证明自己没有卸命 我不可能向任何人 泄露公司机密 不是我真的 证据呢 谁能够证明你说的话 谁能够证明你没有泄露 没有证据 既然丁总监无法辩驳 那就是等于承认了自己 泄露了你 爸 按照公司的规定 泄露公司的机密 而且造成公司损失的 应该怎么处理 我可 信任你家 按照公司的规定 应该开除 并依法追究公司的损失吧 周密 你想干什么 爸 公司是外公一手创办的 外公有遗嘱 这个公司是要留给我的 在我成年之后就介绍公司 我现在已经成年了 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周总 我觉得我们还是 过失公败比较好 这样才能够辅助 现在 丁总 是泄露我们公司商业秘密的最大先议人 按照规定 丁总 暂停一切工作 你听说了吗 说丁总 是说 什么事 全个公司都不知道了 怪死了 他女生才不主见 原来是靠献身的 只有他们俩的儿子都有了 丁总不是那么担心妈妈 她的儿子 就是这个生子 呦呦呦呦 你敢这不够打脖子了 最长还是丁总的女儿 听说 还把丁总帮闺蜜呢 我说什么 它不得动 对 丁总 鄭蜜 跟我來去 鄭蜜 你到底想幹什麼 你想過這樣做的後果嗎 我只是說出事實而已 怎麼我親愛的爸爸 我連講真話都錯了嗎 秘密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 你聽爸跟你解釋 你跟狐狸精連兒子都有了 還有什麼好解釋的 事實已經擺在面前了 你去跟你的狐狸精過吧 竟然背叛了我媽 我沒有你這樣的爸爸 你 從小到大你都沒有打工 你為了那個狐狸精 居然打我 我幫你幹嘛 你聽我 很快 你我曾遲怦 成功 地 Sund 好 你竟然這樣對我和我媽 那就別怪我了 姊姊阿姨 姊姊阿姨媽媽怎麼 還不來 哦你媽媽她還在加班呢 遊樂場好玩嗎 好玩好玩太好玩了我現在想去玩 巡仔木馬 好我帶你去都滿足你啊 什麼 遠雲被人接走了 我們都在說是誰接走的遠雲 是啊 我記得是個年輕女孩子穿個黃色的外套 啊對對對 她還拿著遠雲的接送卡呢 我接送卡不見了 年輕女兒會不會是人販子撿到 然後把遠雲接走了怎麼辦怎麼辦 哎遠雲媽媽您先別急啊 我孩子不見了我怎麼能不著急啊 別急別急 哎 你剛才說是一個年輕女孩 穿著黃色外套 不會是周密吧 周密 對對 他今天就穿的是黃色的外套 我接上卡也在公司不見的 那肯定就是他了 行我知道了 馬上跟他逮我 快點兒 等下 還在猜中 快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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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機 啊 都怪我 我今天一生氣打了他一耳光 是你打了他一耳光 他現在已經這麼喝魔鈴 你這不是火上澆油嗎 為了為了報補隊員做什麼不好的事情 怎麼辦不會吧 原來是他親弟弟 他正在起頭上什麼都不好說 這樣吧 我們邊打電話邊去找他吧走啊 有消息跟我們釀魚說一下啊 啊 這這也 姐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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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兒啊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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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你怎麼了 姐姐阿姨 姐姐阿姨帶我出來 我姐姐阿姨在了 那你記得姐姐阿姨的電話嗎 不知道 那你爸爸媽媽電話記得吧 我書包裡有我爸爸媽媽的電話 但是書包在姐姐阿姨的那裡 我是這樣啊 這怎麼辦呢 這樣吧別哭了孩子 奶奶帶你去找找啊 哎呀 找了半天也沒找走 爸爸 孩子別哭了 奶奶帶你去派出所吧 走 圓圓 姐姐阿姨 因為說圓圓圓圓你們都去了 姐姐我就不管了 對不起啊 姐姐打電話把你給忘了 看你怎麼帶著孩子孩子不見了 都不知道嗎 你這年輕人哪一點這任性都沒有 對不起啊 你今天哪是碰著我了 要碰著壞人怎麼辦 我一定好好看孩子 你以後注意點 謝謝 圓圓 不害怕哦 姐姐阿姨來了 我們回家吧 走 姐姐阿姨我們還要走多久啊 圓圓 姐姐阿姨的手機沒有電了 咱們就只有到前面去打車了 走 圓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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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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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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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明月 明月 媽媽 明月 媽媽 明月 嗯 媽媽你抱得太緊了 我都闖不過圈了 啊啊啊 我看看你有沒有事 沒有媽媽 是不是你偷走了我兒子 偷 你偷走了我爸 我幫你兒子袋子 很公平 你要報復寵我來 他是無辜的 無辜的 他明明就是一個私生子 住嘴 周密 我實話告訴你 我跟周立東是合法夫妻 你爸媽早就離婚了 風氣 是真的 其實今天在公司 我就準備告訴你這個事情 但你完全不聽 八年前 你媽媽喜歡上了一個 比她小十歲的男人 她执意要跟我離婚 我遛不過她 就答應了 你媽媽為了 討历這個男人的歡心 花光了所有的錢 還背著我 賣公司股份 我四處抽签 才買回了公司 這個男人 知道在你媽媽那兒騙不到什麼 就拋棄了你媽媽 啥把她接了我 那個時候 公司非常困 你又還想 所以我們一直都沒告訴你 不要 你們在屁 不是 不是 因為 因為 你別好 你別聽我跟你說 啊 啊 爸 爸 爸你醒醒啊爸 爸 快快你醒醒啊 立東 爸你醒醒 你不要嚇我 幹不到我呀爸 立東 媽呀你看你 你醒醒立東 快你醒醒啊爸 你為什麼要帶走遠啊 為什麼要害得你爸在裡面躺著啊 你說話呀 你說話呀 你想我想我怎麼樣了 我們已經盡力了 啊 他連她想說 你沒有人家製作人 怎麼會 crew 你說 我說 說 你和周立东早就离婚了 我跟周立东 已经离婚八年了 那个时候 女儿还小 公司又正在送死关头 所以 就一直没有对外公布 我 那你们的财产 公司的部分 现在我还是公司的最大的股东 我没说吗 你是老董事长唯一的女儿 公司肯定会留给你的 那是她 喂 秘密 什么 秘密 你爸爸呢 啊 那我怎么样了 太平洁 妈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你跟爸爸早就离婚了 秘密你别这样啊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你为什么让我做了这么多的错事 秘密 这不是你的错啊 是妈妈的错 秘密是你做了对不起爸爸的事情 为什么还要爸爸替你背黑锅 你为什么就是不早点告诉我真相呢 啊 爷爷 我们走 我们去送爸爸 你别跟过来 我想看见你 我爸也不会想看见你的 周密的母亲没有出现在父亲周立东的丧事上 只有丁丹全力打理着周立东的丧事 亲友和员工们议论纷纷 最终周母和周立东早已离婚 周立东和丁丹已经结婚生子的事实曝光 而周密一边内疚自己害死了父亲 一边痛恨着母亲对父亲的背叛 一边痛恨着母亲对父亲的背叛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和圆圆 我来看看你和圆圆 是是是是你孩子的爸爸爸爸的尊力太被测 撞了 圆圆她是你姐姐 我是来道歉的 对不起 你走去你走去 圆圆圆圆 你先回去吧 圆圆别哭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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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妈希望你永远开心快乐的生活 妈妈走了 姐她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了 哎呀朱莉同才走 那是这个 妈 也是啊 毕竟是你女儿的父亲 公司呢 公司怎么办呢 公司现在正式上市的紧要关头 丁丹只是个财务总监 他现在要带孩子 估计也没有什么心情管理公司 秘密还小 现在公司是需要个人主持大局 这不是啊 要不你回来 我听你的 我全力的帮你 哎呀我怎么行 我只是个挂名董事 从来没有上过班 对公司的业务一点都不了解 公司现在全靠你了 我怎么行啊 我只是公司聘起来的一个负责 就不是股东 很义负重的 这个好办呢 我呀给你签个授权书 让你掌管我的股份 带我巡视股东的权利 怎么样 真的 好啊 各部门都已经到齐了吧 孙总 你先说 话 好 肯总 你是不是做错位置了 各位 我们先暂停一下 这么跟你说吧 陈秀梅女士已经把她的股份收权我管理了 也就是说现在我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陈秀梅 对 工程公司创始人的女儿 周立东 周祖前夕 百分之三十五 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这你就不用管了 周一波中 一共占有百分之四十五 一共占有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冰桶女士呢 策配了百分之二十 她的一儿一女 各集成了百分之十的股份 也就是说你们母子一共是占有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而我 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 你说 这个会是 除了我 还有谁能不做呀 现在给我来 我们一起开会 陈总 还是你签说 爸 我走了 你不相信 我走了 我走了 你不信 我走了 我的前面 我走了 我走了 蜜蜜 你这是 要走吗 这是你家 你要走哪儿去啊 我家已经没有了 我爸走了 我妈 他说他要追寻新的生活 也走了 现在就我一个人 还留在这里做什么 你还有远远呢 远远是你亲弟弟 还有我 我们都是你的家人呢 远远有你 我相信 你一定会好好培养他的 那公司呢 公司怎么办 公司 我暂时顾不了那么多了 公司是你外公留给你的 也是你外公和你爸的心血 难道 你想把他们心血 就这么交给不安好心的人吗 什么意思啊 应该是你妈妈 她跟唐伯好上了 还把她的股份 授权给唐伯代持 现在唐伯是公司 最大的股东 爸吃了公司 霸占了你外公 和你爸的心血 唐伯这个人心术不正 你觉得公司落在她手里 会变成什么样 可是那要怎样 我也不能为你 我迷远 我跟你爸 是在公司 濒临破产的时候认识的 你知不知道你爸 为了保住这个公司 付出了多少心血 现在他不在了 你就想当鸵鸟 一直逃避下去吗 你觉得如果你爸看到你 一直消沉下去 他的心里会好过吗 可我能怎么办呀 咪咪 你要振作起来 我们都要振作起来 我们一起守护 你爸爸的心血 好吗 丹姐 我们两个的股份加起来 比你妈妈的股份要多 只要我们一致行动 一定可以保住公司的 你还要振作起来 你也回来了 今天是回公司玩 还是回来上班啊 请你搬出这间办公室 这是我爸爸的办公室 不是你该做的地方 哎呀 你妈妈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实际的控制人 她说的话得算 现在已经不是了 你妈妈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你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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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找律师来验证文件的真假 不过现在请你立刻 马上搬出这间办公室 是你姐姐还来了吗 是她老公 她该恨你的 她的确该恨我 但是她更不能容忍 是我爸爸这么多年的心血 回到你这样一个无耻知足的人手中 我劝你早点离开 你安的什么心思 我都很清楚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你 什么都懂 祝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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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怎么了 你居然跟丁丹联合起来对付我 妈 我们是联手对付唐伯 对付不怀好意的人不是对付你 秘密 唐伯他爱我 他一心一意地对我 他在公司这么多年 他对我和公司忠心耿耿 现在你爸爸走了 他是管理公司最佳的人选 管理公司最好的人选是丁丹 他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认识了爸爸 他给了爸爸精神支柱 他还帮爸爸救回了公司 反倒是你 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 我在做什么我清清楚楚 我需要关心我爱我的人 而唐伯他给了我需要的情和爱 我给他点钱和股份算什么 妈 你真幸运 遇到了爸爸这么好的男人 你知道我跟你爸爸为什么离婚 他整天只说 你知道公司工作 而我呢 整天在家里面等他 等他回来吃饭 等他回来睡觉 等他回家陪我 可是我却总是等不到 我需要关心我爱护我的人 我不是机器 可他这样做是为了你 为了这个家呀 行啊 那他就去跟他的公司过 我要跟我心爱的人过 咱们各过各的 那你就应该跟爸爸说清楚 他为了你 为了公司的名誉 他一直背着骂名 他背着骂名 你觉得你自己很伟大 他很委屈是吗 可是我呢 你又没想过我的感受 是你先对不起爸爸的 他为了给你自由 他同意跟你离了婚 但是你为什么还要做出 伤害公司的事情 如果不是爸爸 公司在八年前就被你败光了 一个人想得到什么 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而我只有公司 我把我公司的股权换爱情 以前是 现在也是 你简直是疯了 外公辛辛苦苦留下的公司 我不会再让你这么糟蹋了 唐博 必须滚蛋 你凭什么 凭什么 我现在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丁蛋他和我非亲非故 可是他愿意把他的股份 授权给我管理 妈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的股份不给我给谁呀 我的股份 我愿意给谁给谁 是 这确实是你的自由 但是唐博不行 对公司不怀好意的人就是不行 为什么 唐博他是真心爱我的 我把我的股份给他 为什么就不行 真心 妈 你别搞笑了行不行 在这个世界上 真心对你的人 就只有外公爸爸还有我 可惜外公还有爸爸已经走了 现在只有我对你是真心的 因为我是你的女儿 唐博也是 他也是真心爱我的 是吗 那我们就打个赌吧 你把你的股份转赠给我 是转赠 而不是授权给我管理 如果你一无所有 唐博还是对你不离不弃 那好 我把股份给你 让你们正大光明的在一起 但如果他不是呢 你就必须要彻底离开他 行 赌就赌 我就是要正大光明的跟他结婚 到时候 你必须参加我们的婚礼 并祝福我们 好 这是律师你好的协议 联赛 我 快快快 чё嚐了 你去吧 怎麼樣啊 这个 秘密她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 她说 你是因为我的股份 才跟我在一起的 我为了证明 你不是那样的人 所以我 所以怎么了 所以 我把我的股份 转赠给了秘密 毕竟她是我女儿 而且 我爸爸有遗嘱 等秘密25岁以后 公司就是她一个人的 我 是不是 我害的是你的身 就是你的钱 我就知道 你是真心喜欢我的 你休息一下 你有点累了 刚刚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要的 我得赶快去看一下 你行 如果我们尽快结婚吧 好 好 那我走吧 啊 你干嘛呀 不是你动我东西干什么呀啊 周总叫我收拾的 你新来的你 别动啊 周敏 你来的正好 是你将来的 啊 啊 就算我不是 但我也是负责 我签了合同吧 你别动了 对 是签了合同 现在你已经被公司开除了 凭什么呀 凭什么呀 我合同还没到我亲呢 我要去告你们 我一把 你是闹啊 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当初是你泄露了公司的底价 给公司造成了巨额的损失 法律顾问正在写起诉说呢 周敏你别太过分了 当初你也是顺势栽胆搞定单的 我只是一丝糊涂 你赶紧给我滚 要不然我就让保安哄你走了 算厉害 您拨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您拨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这地方特别不错的我们骗你吧 来干杯 一会儿我看你这是好吃的啊 往宫店特别好吃 怎么样你有事吗 是话呀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你急死我了你 干什么你 宝宝你喝多了咱们回家吧 宝宝回家吧 你疯了你 你以为你谁呀你 这么些年啊 我天天伺候你哄着你 到他来有什么都会得到 你知不知道啊 我天天和你睡在一起 我他妈的绝对很耐心呢 哈哈哈哈 哎 这个黄脸婆最喜欢小一点 你们谁喜欢谁上啊 上啊 你混蛋你 来来来来 来三姐你看如果我们这个项目公司可以拿下来的话 那我们的手也会非常不错 那我们的手也会非常不错 所以就麻烦他这些人多费心啊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做出一个最合理的预算 我妈妈 妈妈 秘密 秘密 他妈 他妈她不要我了 妈 我早就跟你说过 他对你根本就不是真心的 他就是想要你的股份 现在你相信了吗 我怎么办 我今天怎么办呢 妈 回家吧 我来接你 我妈果然被甩了 我现在去接她 秘密 我跟你一起去 你 我们来接你了 是你 安姐她自己要过来的 大姐 立东不在了 我们三个一起齐心协力搞好公司 让她也能总担心 妈 我们回家 来 回家 这 去 感谢观看